第二段是 天秘 你笑多甜蜜 是你 是你 我见到就是你 在这里 在这里遇见你 你的小龙依旧熟悉 我已经想起 在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会看到佛佛的精神 为什么 好啊 佛佛的精神 我可以看到佛佛的精神 他刚刚看到佛佛的精神 他唱的歌 大概在三天前 还对从美国打电话来 就跟我讲 我就说邓丽君啊 就是这样 就是说把她的一段 就讲给她 就说那干脆叫邓丽君 偷梦给她妈妈 叫她妈妈看到你的像嘛 看到你在梦里嘛 那等到我们再去跟邓丽君 妈妈见面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了 不然她也不知道怎么见呢 她今天就要唱这个歌 在梦里见到你 是不是邓丽君 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 让她妈妈看到熟悉 那么还要借助邓丽君的力量 赴她妈妈的身 让她有记得 也要让她能够感应到 后来我说她怎么见到邓丽君 还就说那刚找李苏全好了 找李苏全好了 找李苏全 那都是歌唱界的 是不是比较容易 所以我还正在考虑 加了需要 我就再去找 找一找 去把这个圆接上 所以她刚刚唱这个歌 大概邓丽君说 我每次借捐信 你也不一定相信我 你觉得我也没把消息传达 那今天我又来借这个楚小姐 你大概会去跑一趟 为我跑一趟 所以我在想 她今天来是给我信心的 给我信心 还真的没有用吗 你对邓丽君 真的你沟通好了吗 那我今天只有跟薛教官说 把那个鸡童先找出来 我先找到那个鸡童 你再找 可是这样看 好像她妈妈在梦中再见了 所以艾瑞说 你在大陆就有人梦到你 1998开始梦到你了 等了那么多年还记得你 你到了前两天她还梦到你 你能不能达到那种程度 我说我 我还没管那些事的 那是菩萨的旨意 看看说不定邓丽君 她假如愿意这样做 那她让她妈妈先梦到 你能回去再检查好反应 所以要等她那边护去 护得好了 我们才能处念有效 不然她还用我们是一些 诶 骗人的 她们自己在梦中 对 那等我问她邓菩萨吗 看她 看她 你是邓菩萨吗 好 他是 你是邓丽君吗 是的 是的 那你 你都已经跟你妈妈托梦了 那你能不能到时候赴你妈妈身 能够掌控这个局面 不要到时候你妈妈说 做梦上我早就忘了 又来了这些事情 那我伤心 我不信 会让我的母亲在梦里看见我的模样 那你最重要的就是让她妈妈你需要 而且让她你的那个心 要入她的心 让她很急切很喜欢 产生欢喜心 而且肯定心 让她才有效 不然的话她也觉得真的吗 她也不见了相信这个是真的 妈妈 点话呀 什么事儿你就可以安装点话你母亲啊 对不对 谢谢佛佛的教导 嗯 是啊 像金箍咒一样 像那个生物困难的 生物困难的 生物困难的 死屁只要一练 她就要先把事情安排好 免得死了时候 稍微还没交代清楚 所以你啊 要去跟你妈妈讲 才是孝顺 否则也是不孝 对不对 你没有讲清楚 没有把妈妈带领好 你也是不孝 谢谢佛佛的教导 嗯 谢谢谢谢 我还需要多多的学习 我当年有给我妈妈点话 我有跟我妈妈教 我还带着别人来教我妈妈 我妈妈 我妈妈当时没有 没有想到会那么快 她还以为她可以活很多年呢 没想到几个月就完毕了 所以人都会想到几个月就会完毕 所以你要点化她 你懂吧 是的 她这个手还真像邓尼君的那个手 对 邓尼君的那个手 爱这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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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丑了 她献丑了 可是这个人 她说她不会唱 哈哈哈哈 我们帮她一起唱啊 我们帮她一起唱啊 我们虽然五一不全啊 可是她还唱得出来 哈哈 你要唱什么 你笑的点蜜蜜蜜 你笑的点蜜蜜 好想花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变得抖音的 在那里 在那里见过你 好想喔 好想喔 他在 requests 有时候去 我依恕想不期 我依恶想不期 在梦里 我依恶想不期 是你,是你,我就是你,在这里见过你,你笑容你丢手心,我一心想不见你, 她在梦里, 好棒哦,叔父, 好美哦, 我觉得眼睛是泪水,彼此也沁, 她好像很心疼她的妈妈, 她好像很急,不晓得怎么办, 所以刚刚父母还有书生在讲 他就会很自信在听、在学 是,我们孝顺父母 真的不晓得怎么孝顺 尤其跟老人讲话 我们真的没话可讲 因为从小就会听他讲话 你又不甜 你又不甜 又不会讲 见到老人也没话可讲 像跟学生你可以教他一些做人道 你见你母亲怎么教 所以反而不好办 没那个点子